你们注意到了吗 神舟13号在发射期间 地面测控站在汇报监测状态的时候 不断提到了一样东西 USB正常 轻声USB雷达跟踪正常 东风USB跟踪正常 轻声USB USB跟踪正常 所以此USB跟我们电脑上面的USB 到底是一个东西吗 当然不是 神舟13号上面的USB 是统一S波段系统的缩写 由英文Unified S-Band翻译过来 保留守住目之后就成了USB了 正好跟电脑上面的Universal Serial Bus 通用串行总线的缩写USB撞了个车 但却完全就不是一个东西 天上的USB是航天器测控和天地数据 传输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它具体是怎么工作的呢 这个咱们可以从第一次载人登月直播讲起 1969年7月20日 阿波罗11号载着两名宇航员 在月球上成功着陆 阿姆斯特朗代表全人类 在月球上面踩下了第一个脚印的画面 通过电视直播被6亿人同时看到 由此激起了一轮太空探索的热潮 但其实就在几年以前 当NASA着手研发能够将人类 收藏月球的火箭和飞船时 还没有几个人是真的相信的 因为那个时候 就连上过近地轨道的美国宇航员 都屈指可数啊 想要登上月球也太狂了吧 所以无数的质疑就向NASA涌而过来 它要是不能尽快的清晰的 明确的证明自己可以的话 那么就要面临着随时被讨伐的危险了 所以什么东西能够成为最有力的证据呢 当然是将宇航员在月球上行走的画面 给直播出来啊 虽然那个时候的NASA已经可以用无线电 同飞船之间同性了 但是呢代价却不小啊 它用到了很多单独的天线 来分别发射语音 遥测和跟踪信号 所以既复杂又笨重 还不那么的可靠 你想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还硬要往里面插进去一个视频画面的传输的话 不是雪上加霜吗 于是NASA就痛定思痛 干脆趁此机会 开发出一个全新的通信系统 一揽子就把问题解决掉算了 这个呢就是USB了 统一S波端系统 它可以将原本使用不同频率和不同天线来发射的信号 调制结合到一起 成为一个单独的S波端信号 使用一个天线来发送 是不是就轻便很多了呢 等到了接收段呢 再来一次解条操作 就能将原始的遥测 指令声音和视频等信号给变出来了 阿波罗11通过它呢 先是将信号发送到位于澳大利亚的追踪站 然后到了这儿呢 画面被解条出来之后 转换成标准的广播电视信号 再通过微星发送回休斯顿的控制中心 接着就能够从这儿向全世界进行广播了 好了 这就是USB 一句话总结它就是啊 天地间数据通信的一揽子解决方案 好是好 但也有缺点 因为S频段的带宽较载传输速率也较低 所以就越来越无法满足现代火箭和飞船数据回传的需求了 其实别说现在啊 就是当年的阿波罗11也是在对视频信号进行了大幅压缩之后才实现回传的 你看它的画面并不流畅对不对 就是因为采用了省流量的低频扫描来拍摄的原因嘛 那到了现在问题岂不更加严重了吗 的确是这样啊 所以还有别的方案吗 当然是有的啊 这就是我们自己开发的KA频段高码率天机测控系统了 它已经在2020年12月长城8号摇一运载火箭的发射过程中成功的进行了实验 可以做到发射全程无盲区的摇测覆盖 并且直接就把数据传输的能力提升了上百倍 这是由于啊 跟USB使用的S频段不同 K频段的频率较高 所以可用的带宽也较高 就能够装下更多的数据了 而且它的速率也较高 所以数据传输的也就较快了 每秒可以达到上百兆 综合起来就带来了质的飞跃 伴随着我国越来越大的火箭和越来越频繁的太空探索任务 这项新的技术也必将迎来更为广阔的用武之地 一起期待吧 最后考大家一个有趣的问题 火箭发射前的倒数 它究竟是走个形式呢 还是确实有所意义呢 留下你的答案吧 我是火箭书 关注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 2 OK